圆标题 康熙后宫有四对姐妹花 乾隆后宫中也有一对姐妹花 更让人想不到的是 乾隆后宫竟然出现了祖孙二人共事一夫的奇景 这祖孙二人分别是孝贤皇后和晋妃 复查室是满洲大姓 家族一直非常显赫 顺着朝有一位叫哈石屯的 承担任内大臣和义政大臣 康熙年间的米斯汉乃是户部尚书 雍正年间曾经的八年堂马齐也受到了重用 雍正更是将查哈尔总主理荣宝 马齐的弟弟的女儿复查室 只给了王四子弘历做提夫妻 她就是后来的孝贤皇后 乾隆与孝贤皇后一起生活了二十余载 夫妻感情非常好 乾隆也一直希望将孝贤皇后所生的嫡子定为接班人 但是天不遂人愿 孝贤皇后孙生了皇嗣子永连和皇妻子永从相继夭折 而她自己也在乾隆十三年丧失爱子后郁闷离世 年仅三十七岁 大约在乾隆二十余年 乾隆后宫又来了一位新人 她姓傅查室来自上三岐之首的满洲乡黄岐 父亲德克金额是一名主使 其实傅查室与孝贤皇后是有血缘关系的 她的曾祖父是马齐 而马齐又是孝贤的伯父 所以说傅查室应该是孝贤的侄孙 就这样 清宫历史上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祖孙二人 共事一夫的奇景 傅查室原本出身高贵 但是她的经历却有点让人捉摸不透 关于她在乾隆一朝的记载很少 大约在乾隆二十八年未分时答应 一直到乾隆五十九年才被晋升为贵人 按理说 以傅查室的显赫出身 一入宫的名分 应该是平或者贵人 可参考新贵妃和巡贵妃 她不可能被封为答应的 那么只有一个可能 傅查室被降过急 至于原因 笔者认为应该与家族没有关系 傅查室一家在乾隆一朝非常贤贺 那么傅查室的失宠 极有可能就是个人因素 比如说这位出身高贵的满洲小姐脾气不好 惹怒了乾隆 乾隆也没有丝毫不及孝贤皇后的情分 依然将傅查室降为最第一级的答应 虽然傅查室一直在宫中孤苦一人 独守冷宫 但是他似乎比较乐观 又懂得导养 竟然一直活到了道光年间 道光继位后 傅查室成为唯一在世的乾隆妃子 于是道光帝大比一亏 将傅查室连升两级 遵封为皇祖晋妃 得到名分的傅查室 似乎已经完成了心愿 再也了无牵挂 竟然在风飞后的第二年就去世了 中年应该在七八十岁左右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